时隔两年,南韩人群旅团Blackpink终于回归了,新歌Pink Violin一公开就立刻登上了七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iTunes歌曲榜冠军,MV浏览量也飙迫9300万,即使出道6年,人气依旧维持在顶峰。 对于新歌发行Jani表示,时隔许久回归乐坛,他们希望能带来让人联想到Blackpink气氛的作品。 Rose谈到,由于其中有他们未曾尝试过的音乐,因此他们想要尽快录音,尽快将舞台演出展现给粉丝看。 Nisa也表明虽然新专期的收录曲都很好,但他们想要先让Blink听到Pink Violin这首歌,提高大家对第二张正规专期的期待。 Jiso称此个许久推出新歌,他们在制作歌曲及视觉效果上都花费了精神。 除了新歌创作上的小心思,8月19日在举办全球新闻发布会时,四位成员作为时尚品牌的宠儿,造型也都十分亮眼,他们全是以各自代言品牌的服饰让你出席。 据悉Jiso, Rose, Jenny, Lisa分别代言迪欧YSL, Chanel, Celine,此前在公开的宣传照与MV中,他们的造型也是前卫多变,让粉丝们陷入疯狂。 除了四人代言的时尚精品Chini助阵,也加入多位大牌设计师服饰应援,强势时尚阵容令人目不暇接。